全球各地的民眾以各種傳統慶祝的方式 是迎接2020年的新年 在最早進入2020年的新西蘭、澳大利亞和太平洋島嶼 歡樂的民眾是放起煙花、持舊迎新 那個地區的人是被紐約人提早19小時埋進2020年 香港特區政府以安全為理由取消了傳統的跨年煙花 同時中華大陸官方舉辦的新年慶祝活動 就突出國家主席習近平有關2020年 進一步推動中國小康社會建設目標的新年講話 東半球國家步入2020年的同時 西半球國家例如美國、加拿大和拉美各地國家 都迎接了新年的道理 紐約市的時報廣場 約有100萬人參加2020年午夜的落球狂歡